暴雨场面也发生在香港 周四晚间突如其来的大暴雨 让各地出现灾情 甚至部分地区降雨还打破记录 从提供给您的画面上可以看到 商店外街道全是泥水 水深达到轮胎的高度 驾驶受困马路中央 住难人员协助爬窗逃生 香港从昨天晚上开始 一小时内降下158毫米的惊人雨量 创下139年来最高记录 有部分地区整整整个夜晚 降下了高达200毫米 而香港天文台从昨天晚上开始 也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 发布时间超过六个小时 跟打破1999年以来记录 根据官方的说法 这波雨是受到日前海魁台风 余威的影响 而且目前是需要部分路段 禁止通行 包含地点站也紧急关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您的指数不知 您的指数不知 灵距离 我们的指数不知 您是新闻发布